你是不是这么说的,你是不是这么说的? 你是不是这么说的? 各位关注老爷,大家好呀 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高人气韩国神剧《夫妻的世界》第三章的故事 上章中,善宇回忆起过往与阿泰的恩爱 有想到自己的丈夫与其他女人的耳饼撕磨的样子 感到了被欺骗,被背叛的痛苦 一生中重新起,恨不得善了阿泰 给阿泰轻生时,阿泰感谢善宇 还说遇见善宇是他一辈子中最棒的事 善宇看着阿泰冠冕堂皇的说着这些话 无论如何都说不出话回应他 善宇在一旁看着自己信任的朋友们和丈夫笑闹 看着阿泰走到小美身旁 偷偷地牵起小美的手 善宇觉得自己曾经云以为豪的生活已经不复存在了 他开始想要报复这些一起欺骗他的人 本章故事继续 善宇回忆起阿泰求婚时的情景 当时的感动和身处爱情中的甜蜜 还历历在目 而如今,他却在为另一个女人着急 另一边,阿泰来到小美家里 与小美争执着关于孩子的事 小美表示自己以后不愿意再遮遮掩掩 阿泰也承诺自己会答应小美的要求 上官书分问善宇是想离婚吗 为什么要将小美怀孕一事告诉阿泰 善宇回答说自己只是为了确定 阿泰是否坚定地选择自己 本来却受了委屈的善宇 前去看望婆婆 婆婆却说了一番比有意味的话 请求善宇要体谅照顾阿泰 所谓是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家门 少量不正 下量能不歪 不愧是护着自己的独自 这样还能向着阿泰 似乎又是韩剧的典型套路 当善良的女主顾及这额顾及那 迟迟不肯 不忍心下定决心去开展拳脚石 这时候会有来自四面八方的事 涌向女主 让女主一次次失望 一次次伤心 最后黑化 然后和反派算总账 上官书分劝阿泰 尽快处理好与善宇小美三人间的关系 但阿泰却说 自己同时爱着他们两个人 无法放弃两人中的任何一个 阿泰觉得自己可以处理好这些关系 哈哈 阿泰有什么错 他只是想给每个女孩一个家 再说那一点 最好这些女孩都永远不会有交集 然后他幸福的同时拥有好几个家 这边就在刚说完这些话的夜里 阿泰却又收到短信离开了卧室 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的善宇 觉得自己也不能再坐以待毙了 果然善宇来到律所 咨询配偶 婚内出轨的离婚事宜 律师认为当前情况 对善宇来说是有利的 但需要通过合法手段 取得证明两人关系的证据 律师提醒善宇 如果真正想要离婚 那还好 但是如果不想离婚 却看到丈夫 与其他女人出轨的画面 以后就无法回到从前了 而且想不离都难 善宇一天天状态很差 小军也看在眼里 还似乎也懂得了什么 善宇的儿子小军 询问一起上钢琴课的同学 父母离婚时是什么样子的 两人的对话 却被文外的小林听到了 另一边 小贤找到善宇 询问她的近况 并表示自己会帮助善宇 希望善宇有需要 可以直接来找自己 但善宇记得了 善宇以为自己不会再需要 小贤的帮助了 直到善宇为儿子购买数学 教辅书时 遇见了小美 小美手里正拿着 有关怀孕生育方面的书 于是善宇询问小美 是否决定生下孩子 小美回答说 是的 因为那个男人答应 会在两个月内 和妻子离婚 但善宇一边嘲讽 一边告诉小美 说认为 抛弃自己家庭出轨的男人的话 并不可信 而小美却说 那个男人和自己 在一起两年了 始终如一 并且确信 她会愿意和自己在一起 不知道说你太傻 太天真了 还是说你真心要 厚颜无耻到底了 还记得小俊一问 同学爸妈离婚的事的时候 对小林听到了的事吗 小俊和同学的对话 让小林猜测到 善宇可能已经知道了 阿太出轨的事 告诉丈夫阿正后 阿正却不以为然 并说阿太夫妻二人的事 与自己无关 另一边 善宇终于 下定决心准备离婚 律师嘱咐他 要去确认丈夫的财政状况 于是善宇到了银行 查看金融交易迷信 却发现阿太抵押房子贷了款 又以儿子的名义 申请了便额保险 善宇一时间气急了 回到家中 却发现阿太的存折里 几乎没有存款 但最让他生气的是 阿太信用卡消费记录中 有一项 是在高山百货店 买包包高达980万 韩元的支出 而这款包又出现在了 小美的手上 还真是一发冲冠 为红颜 自己都掏不出两个子 却还要为小三买奢侈品 买就算了 你还花的是大手笔 而且还不放过 打自己儿子的主意 看到伤心欲绝的妈妈 儿子出现在门口 看到了一切 像是知道些什么似的 说自己不想因为父母离婚 转学离开朋友们 到了深夜里 阿太发了一条短信 表示自己要加班 善宇开车 来到阿太工作的地方 想要拍到二人出轨的证据 这是在楼下 看起来阿太和一个女人在窗边 更加肯定了自己内心的想法 但是善宇又想到律师的话有些犹豫 还是输了密码 托门进去 却发现阿太确实是在工作 不免得有些尴尬 于是离开了 尴尬离场的善宇 来到了婆婆所在的医院 问婆婆自己该怎么办 只问他为什么明明什么都知道 却又把阿太托付给自己 阿太答应了自己 一定会守护好自己的家庭 但善宇却没办法原谅阿太的行为 跟婆婆说明 自己会让阿太低声出户 永远见不到儿子 但婆婆听到这些话后 却把阿太出轨 抱到善宇身上 甚至说作为母亲 没办法眼睁睁 看着从小没有嘎嘎的儿子 和自己的孩子分离 以此要求善宇不跟阿太离婚 而善宇已经下定了决心要离婚 第二天 阿正来到善宇的医院做体检 善宇问他 为什么平时都在别的医院体检 阿正回答是 不好意思以病人的身份 同善宇见面 而后阿正又提起阿太最近工作不是很顺利 善宇便顺势问了阿太公司的经济状况 但阿正却以要保守顾客的隐私为由 拒绝回答 阿正离开之后 上官书分进门告诉善宇 阿太打来电话 让他赶紧去婆婆所在的医院 病症的婆婆终于走了 母亲去世了 阿太伤心不已 善宇一手操办了婆婆的丧事 而小美也同要去参加善宇婆婆丧丽的愤友处 了解到 阿太母亲去世已是 在丧礼上 阿太因为伤心喝醉了 却在小美父母前来 吊丧的时候 表现出自动仪表 并且是非殷勤 善宇看着他十分失望 出门后遇见了上官书分 善宇说自己想要离婚 但上官书分却说 社会上对离婚妇女有偏见 离婚后的男人 却能依旧生活的很好 这一番话 又让善宇有些动摇 而小美也来到了丧礼现场 善宇返回丧礼现场 却看见阿太正向小美父母离开 中小进入呼床的时候 却看见阿太打了个电话后 去了停车场 于是善宇跟了上去 而出门找阿太的阿正 看见了善宇前往停车场 便也跟了上去 走到一半打算返回的善宇 突然听到了阿太 在跟自己求婚的时候放的音乐 这时他看到了阿太和小美 在车里拥抱接吻 而在画面跟上来的阿正也看到了这一幕 小母亲的骨灰安安置到公墓之后 一架三口回到了家中 阿太从背后抱住善宇 想表达自己对她的感谢 而善宇甩开了阿太的手 但小起律师说 在准备好离婚事宜之前 不能被丈夫发现 于是善宇转过身 抱住了阿太 两人表面的平静之下 又各自隐藏着秘密 而此时小贤搬入了小美隔壁 并且假装自己怀孕三个月 同小美的关系更进了一步 中期的小美邀请小贤进入喝茶 小贤在金屋的那一刻 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 本章结束 在目睹了阿太的灵堂鬼分之后 善宇开始侵用小贤 双集小美和阿太出轨的证据 一场恐怖的复仇风暴即将来临 本章中还有另外一条支线 善宇的朋友小林 带给小军补课时 一来听到小军和同学 聊起父母离婚的话题 小林告诉老公阿正 善宇可能已经知道阿太出轨的事 阿正一直表露出对善宇的心上 小林的嘴上虽然没说 但是不爽的表情 已经充断了她的情绪 之后阿正就跑去善宇的医院 检查身体去了 当然 知道了善宇和阿太面临离婚的 可能性加大 她肯定也是安自窃喜 这不在医院就忍不住 无意间露出了羞涩的表情 还有在阿太妈妈的脏离上 制止了其他人讨论善宇和阿太的事 以及发现善宇看到阿太灵堂鬼魂后 也选择甲钢布置 种种迹象 都像是外界传的那样 她对善宇有好感 善宇和小贤对抗阿太和小美的复仇主线 阿正和小林这条暗线 一明一暗两条线 将会撑起全聚最有看点的情感大乱斗 下账中葬礼结束后 善宇下定决心要离婚 以律师商讨离婚前的警备 律师嘱咐善宇在离婚之前要控制好情绪 不能让阿太发现 才能对善宇有利 善宇只能用缓兵之际 对自己怀疑阿太出轨一事道歉 说自己只是想确认阿太的爱 阿太听到善宇如此说 有扮演起了神情丈夫 小贤打来了电话 跟善宇说自己计划要接近小美 善宇上班之后 假装无意间向小美妈妈提到小美有男朋友的事 不出预料的小美妈妈还不知道 听了善宇的话 小美妈妈回到家里边询问 我们下期再见 喜欢节目的观众老爷们 请点赞关注吧 回第一时间看到光芯哦